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在韩国又有媒体报道了 目前被北京公安扣押的吴亦凡 在美国也被爆出了对未成年女粉下手的消息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根据美国侨博网报道 南加州华人律师王静六日证实 目前一名女性中国留学生来到他的律师所 称几年前吴亦凡来洛杉矶巡演举行粉丝见面会 当时少未成年的她 作为其中一名粉丝参加了这次见面会 并有幸跟心中的偶像交换了微信 接下来就在进一步的约会中被吴亦凡了 王律师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没有透露女粉的姓名跟案情的细节 只表示受害者是一名中国女留学生 案发当时她还未满18岁 此案目前正在核实当中 王律师分析 当时的受害者可能不止她的委托人一个 很可能会有其他受害者 她呼吁更多的受害人站出来 加入到联名起诉吴亦凡的行列 王律师表示 如果受害人说的是真的 案发当时她未满18岁 那吴亦凡就涉嫌犯下了 与未成年发生性关系的重罪 根据美国的刑法 可按照起诉吴亦凡 然后航空媒体也报道了 2016年的时候 在中国网络上已经有过 吴亦凡喜欢留学生的谣言 但是当时没有人相信 在疫情爆发之后 吴亦凡每年都会前往洛杉矶 所以网友们执意的声音也是变得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洛杉矶粉丝见面会的话 应该是2016年电影 极限特工3的电影粉丝见面会 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提高 现在突然这样呢 吴亦凡的确是个垃圾 但是这律师怎么可以把 还没有正式的事情 就这样拿来报道呢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那以前遭到不偶的事情 没勇气提高的人 以后就不能鼓起勇气去提高吗 这是什么烂逻辑 说为什么现在才爆料的人 是没有脑袋吗 人气冲天的时候 如果轻易爆料 就一定会被粉丝们骂个半死 不止指现在鼓起勇气 站出来的受害者就算了 竟然还在怀疑 原来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心率 现在听到什么样的新闻 也不觉得怎么样了 真的要该化学阉割了 留学生这件事情 因为还没有证实 所以不想多说什么 但是好像除了杜美竹 也出现了其他很多受害者 真的是败类呀 对于吴亦凡的美国留学生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韩国最有人气的新生儿名字 首先是南台的名字 10位 于俊 9位 苏虎 8位 野俊 7位 吉虎 6位 西武 5位 云诺 4位 哈俊 3位 陆云 2位 苏俊 1位 伊俊 接下来是女孩名字的排行 10位 哈林 9位 哈恩 8位 阿林 7位 阿勇 6位 苏俊 5位 吉安 4位 吉尔 3位 哈勇 2位 伊俊 1位 苏俊 如果大家要取一个韩文名字的话 最想取什么样的名字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明年步入30岁的艺人们 啊对了 因为这是韩国论坛上的内容 所以这个30岁是韩国的30岁 也就是虚岁 关于韩国的这个年龄区分 可以参考我们这个影片 서강준 박보검 다솜 지연 유승호 라비 태민 아이유 tio SUGA 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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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